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方舟生存精華 我是老頭Automate 我們呢,繼續呢,我們上一集還沒有完成的領主召喚 那我們這一次呢,剩下的召喚應該只剩下 海洋領主跟天空領主這兩隻 然後呢,老頭私底下呢,打一打領主呢 也獲得了之前沒有獲得的那些領主的精華 所以說我們現在剩下兩顆精華要拿 這六顆精華如果都到手的話呢 我們的這個砸蝦嘟嘟暴王龍呢 到底能不能夠突破界線呢 我們來試試看吧 今天我們就是要讓我們嘟嘟暴王龍界線突破 突破界線跟界線突破應該都一樣啦 我是比較習慣念界線突破啦 就是讓他更上一層樓 可是呢,我現在還是不知道要怎麼讓他更上一層樓啦 因為畢竟拿到這六顆的話,我也不知道要如何運作 那其實也沒差啦 反正呢,就先拿到這六顆再說 我們之後再打算 看要不要是上網攻略一下 看怎麼界線突破之類的 好不好 那我們等一下 我想一下 好,我們先讓我們的嘟嘟 嘟嘟暴王龍 好,先回一下血 來來來 我們嘟嘟暴王龍肚子餓了 不會啊 我們嘟嘟暴王龍怎麼會肚子餓呢 他明明就沒有保持肚 而且我也沒有大腿肉了耶 哇,肚子餓會不會扣血啊 看樣子是不會的 所以說可以不用管他了 好,可以不用管他了 好,不是我肚子餓 沒關係,我先吃一下好了 好,他界線突破到底會變什麼樣呢 我們之後再盡情期待 我們現在來擦兩顆領主精華 擦天空的跟...我們現在正要打的嘛 天空跟海洋 來,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的話呢 昨天是到山脈就結束了嘛 對不對 這個應該是這兩隻吧 這應該是海洋 然後這應該是天空 我們先來看一下海洋 來囉 唉唷 海洋領主居然是一隻透明的怪物 哇,透明耶 好,我要先拉一下我們血條 多少血啊,看不出來耶 攻擊了 唉,他居然是負的啊 屁啦 唉,沒有傷害啊 哇,打不贏快寶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這貨 這貨被鎖血了是不是 血,負的耶 唉,等一下,這個負的打不贏啊 你在跟我開玩笑 唉唷 這倒退路了 海洋領主倒退路了 啊,又恢復正常了 最好是啦,等一下 欸,他是負的耶 你負的怎麼做傷害 等一下,等一下,這是BUG嗎 啊 我怎麼咬負的也是擋死他啊 對啊 我去看一下,我看一下那個 咱們這個工作,不是工作台 呃,我們的這個作者 他到底在搞什麼 他這次有更新 18號上午9點14分 稍微更新了一下 他上面時顯示說他更新了BUG的設定 可是這次更新變成打不贏啊 那內 呵呵呵呵 也差太多了吧 他這個BUG亂搞喔 再打看看 右鍵 跑囉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他被改得非常誇張 這家我被改得非常誇張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 系統的問題 我覺得是系統的問題 我跟你講,這根本沒有理由打著贏 因為他每一下傷害喔 都打兩 都打兩百多萬在跳的喔 我打他雖然也是百萬他的血比我多 甚至到負的 好,跟之前不一樣 欸,怎麼這邊又一隻癢啊 算了,算了 我們把傷害點到最高看看好了 管他回溯 回溯就算了 好吧 88萬 打下去多少滴 88萬 咬下去5300 3 我全部都沒有拿來點血量喔 我覺得我全部點攻擊力 不見得能贏喔 打看看 這傢伙我做壞啦 這傢伙我的傷害做壞了 我說真的 算了,我要放生他了 還是說要給我們的霸王龍裝一下鞍 可是他的鞍我也不知道是哪一個 對不對 我這裡也沒有他的鞍阿 我覺得帶鞍是有差啦 我覺得要不要帶他看鞍 嘟嘟霸王龍的鞍 我覺得我們先回去一下檢查一下有沒有嘟嘟霸王龍的鞍好了 我們的這個管理員 到時候又有人跟我說老頭你怎麼不用管理員打 之前那一集我已經講過了 靈主只有 只能被砸蝦霸王龍做傷害 他所有恐龍打他都打不到 這個是官方作者說的 所以說你叫我用管理員打 就違背了作者原本要的條件 所以說不可能造成傷害的阿 好不好 不可能造成傷害的阿 就唯獨砸蝦嘟嘟霸王龍可以造成傷害而已 其他都不行 這一點請記住 所以說不要再叫我再用什麼管理員去打了 那根本是天方夜譚的事情阿 有的話就是直接給他帶上了 有耶 可是他的護甲只有1 所以說到底有沒有用阿 護甲只有1有跟沒有一樣阿 阿你最心碼你護甲要幾千吧 我才能幫他擋得了他的傷害阿 我又來了 把恩給他套上去好了 首先 我們先幫他套一下嘟嘟棒龍 沒反應 沒反應 喔這個你就反應了 套上去之後有沒有多了什麼能力之類的 欸 欸 我怎麼感覺好像道具籃 套上去道具籃好像稍微有點跟洞齁 是哪裡跟洞勒 欸阿我也按你的 丟丟出來按不見了 恩 喔在這裡 喔 阿就只是多了這個東西而已阿 沒什麼用阿 沒什麼用阿 多一格沒什麼用阿 多一格沒什麼用阿 你也不會因為護甲值變高阿 來我們去找那隻黑羊打一打齁 先去挑那隻黑羊了啦 應該是熱勝阿 好我們看看可以打他可以拿到什麼東西阿 先這樣就沒辦法了 來吧 阿 耶阿 撕吧 解決 輕輕鬆鬆 不拖泥帶水 來我們看一下身上的道具 喔還是一樣多欸 恩 我看看喔 不是 沒有欸 最後一個 這次一根心 每個都強到哭 來囉 登 哇 殺 哇 打 差太多了吧 割不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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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誇張了 割不完啦 我跳上去 割不完啦 跳不上去 欸他卡住了欸 嫩 哈哈哈哈 根本弄不死啊 靠北 欸 大大 弄不死啊 好 我要求作者把他傷害改低一點 拜託 不然是真的沒人能打得贏了 不要說傷害啦 血量改低一點啦 像上次那次一樣啦 這次的版本 我覺得不OK啊 哥覺得不OK啊 好啦 經過一番風風雨雨以及激戰之後呢 老頭呢 宣布放棄 那兩隻後面那兩隻被改得太強了 打不贏 所以說啦 老頭呢 還是要讓我們的這個觀眾呢 看一下齁 這所有的 所有的這個精華都入手之後呢 到底可以讓我們的 炸蝦暴王龍變成什麼樣子呢 所以說委託了這個哥們 稍微來驗證一下 那到底要如何讓他 界限突破呢 這到底要怎麼運作呢 其實我也不是很懂啦 不過呢 我覺得 為了乾淨起劍齁 我把他身上的東西全部丟地上好了 這樣乾淨多了 那我們把所有的精華放在身上 看看會不會起什麼化學反應之類的 五顆 我們還差一顆 還有一顆在哪裡 在這裡 已經放了 放了之後他完全不想鳥 所以說到底有沒有作用 看來好像是沒什麼作用 我該怎麼辦呢 蛤 Later 好啦 老頭已經盡力了齁 上網去爬文 然後呢 也跟官方人員 就是普羅米的這個作者呢 提及說這個精華到底要怎麼使用 都已經問了 不過他也沒回我 我們現在呢 今天也只能很遺憾的結束這一集 沒有辦法把我們的普羅米 這一隻砸蝦暴王龍給界限突破 或許呢 作者的界限突破 跟我所想的界限突破是不一樣的 可能是想法有落差啦 他可能只是一個是戰利品的道具 單純沒有任何的buff之類的 好不好 又或許會有也說不定啦 好吧 那就這樣吧 很遺憾今天沒有辦法完成齁 我們就只能 就是等作者回覆看 我們到底如何使用這個精華 那麼今天影片先到這裡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左下角一個訂閱 右下角一個喜歡的話 下方留言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普羅米修斯再見啦 掰掰 所以你看都是 mistake pull這樣 然後,我現在 baş掉啊 剛好,你 цел一堆